2018年,登家楼的两名女子因为发生性行为被公开兼刑的 那证明我国的法律依然不能接受LGBTQ的群体 那同样也是在2018年,一名跨性别的网红因为戴上头巾 出席了穆斯林的祈祷大会 加上自己不肯接受验声来证明性别等等和宗教局的冲突 那今年就被指控抵触了《雪州疫情法》的第十条文 也就是侮辱伊斯兰 没错,今天要谈的就是最近宣布人在澳洲还公开新屋子的努杀家 那今天我们就来从Sajad的事件看看伊斯兰和性少数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No Sajad为什么会成为政府的通缉逃犯呢 就要说说双方所谓的冲突 我国今年是以Sajad在三年前的行为已经违反条例 正式起诉他 罪名就是刚刚所说的侮辱伊斯兰罪 那本该在二月出庭的Sajad不止没有现身法庭 甚至还逃到泰国 结果就惹怒了当局 先是撤销他的护照 但是Sajad在泰国又有很多的跨性别群体的支持 所以警方就发出了通缉令 准备引渡他回国 结果九月Sajad又从泰国飞到了澳洲 社交媒体还大方公开自己人在澳洲 据说是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这个庇护 整个事件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他强调自己并不是逃跑 而是选择移民到可以接受他的国家 那Sajad还大爆料 指自己在一月收到雪州宗教局的传票时 就有找来了家人和朋友一起到宗教局 当作保护自己的 但没有想到招了几个人随行 还是免不了被官员触碰隐私部位 拳他交替 还有关进男性的扣留所 当时Sajad就有质问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这个虔诚的穆斯林呢 官员却说 因为你是男生 所以这样做事没有错的 先在这里宣导一下 即便你是男性 也不可以给别人胡乱触碰身体的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成为性侵的受害者哦 那呆南是男生 但是也不会允许 Kent还是龙哥来触碰隐私部位的 更不会去要摸他们 所以大家好好保护自己啦 那说完了Sajad的事件 那就来探讨一下 可能会比较敏感一些些的宗教啦 当然呆南是对宗教没有很深的研究 那就来参考博学多才的Kent 他在考研的相关论文题目 也就是伊斯兰传播的 根据Kent呢 他在研究时就发现到 虽然同性恋是被伊斯兰禁止的 但是古兰经不曾说过 同性恋必须施以死刑的 近代的伊斯兰学者更加表示 可以且必须接受LGBT性少数群体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远一点的例子 根据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 在美国呢就有52%的穆斯林是赞同社会必须接受 同治群体的 那就有一套论述有说到 不同的背景就会影响社会的架构和思想的 那在思想比较开放的西方国家呢 西方的伊斯兰学者在这个时代做的就是来探讨 或者是重新评估古兰经对同性恋的定义 那确保没有错误诠释 同性恋在古兰经的这些定义的 而且相较禁止跨性别 性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到清真寺祈祷的 这个东方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 是已经允许性少数祈祷的清真寺 那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的网站的资料也显示 全世界的伊斯兰社会已经走向 可以越来越接受跨性别群体的态度 那位于埃及全球最著名的伊斯兰大学 Al-Azhar也曾经在1988年发表 变性手术是可以被接受的 伊斯兰宗教领袖Ayatola Khomeini 也在1987年指出 变性手术是允许的 从这些研究和资料而言 教义好像没有明确的说禁止 那伊斯兰学者和领袖也有发表 可以变性手术的这些言论的 那我想Sazha最大的错 应该是没有出庭而已 但是从身份认同上来说 他又没有在错的立场 加上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伊德里斯阿默所说的 会辅导他这个言论 那站在Sazha的立场 可能会更不想回来这片土地了吧 那我很喜欢泛姐泛奇匪所说的 许多宗教在时代的改变 面对信仰被挑战 信徒流失的这些危机时呢 就有不同的这个应对了 有的是抓更紧 有的是更加包容 当然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立场 无论是哪个宗教 也会有保守派和开明派的 那呆南最后想要问你的是 你觉得宗教最大的禁忌又是什么呢? 而在身份认同上 现少数群体要如何在保守的社会 舒服自在的过活呢? 下方留言和我讨论 喜欢的话也请你按赞订阅 和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的 本周的丹南关注大小事 也要感谢野田红的相助 也谢谢你们持续的支持 那下期再跟你谈更多的国内外新闻 Bye